每當我們食物消化分解後血糖就會上升 這個信號就會刺激胰島素分泌 胰島素就開始一把鎖匙 可以開啟細胞的大門 幫助血液中的葡萄糖進入細胞 作為能量使用 而糖尿病就是在胰島素上出了問題 第一型的糖尿病相當於缺乏胰島素這把鎖匙 而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門鎖壞了 對胰島素這把鎖匙沒有敏感度 造成所謂的胰島素阻礦 導致葡萄糖被拒絕在外 入不了細胞 為了不讓糖尿病上門 一定要改善胰島素的敏感性 飲食上應該以小油、小糖、均衡為原質 避免加工和油炸的食品 例如薯片、冬甩、薯條等食物 容易引起發炎反應 暗藏反式脂肪 應該以涼拌、清蒸、水煮的方式 取代油煎、爆炒和油炸 而白飯和麵製品等的精脂澱粉 在加工過程中流失了大量營養 而且容易影響血糖波動 應該以未精製的全谷雜糧 增加纖維的攝取 和延緩血糖上升 也要控制精脂糖的攝取 蛋糕、雪糕等甜食就應該少吃 同時以開水取代含糖飲料 最後,進食應該是鮮菜後肉 之後才吃飯 因為纖維有助於延緩血糖上升 還可以包住油脂 接著吃蛋白質 就可以帶來飽足感 最後再吃澱粉 就可以保持血糖穩定 我找到其他品質 所以早安 怎麼打算 做到其他人 你會不會再說